好 主播带你来关心艺人于天女婿陈健 因为涉嫌诈欺案 在日前是被警方来逮捕 那最新画面曝光可以看到 当时陈健是身穿白色的衬衫 被警方当场是压制在地相当狼狈 那警方其实也在陈健的身上 搜出了一个包包 里面还装有两百万的赃款 那其实根据警方透露 当时于天的女婿被抓的时候呢 还一脸错愕 接着从她的身上拿出一张于天办公室特注的名片 她强调自己是正常人不是罪犯 不过由于当下是罪证确凿 因此是被警方依现刑犯来逮捕 那根据警方调查 当时于天女婿她其实是车手头的身份 她其实底下有相当多的车手 那整个诈欺案件会曝光 原来就是因为有被害人 因为投资被诈骗了上千万 因此警方展开调查 开始跟被害人一起来联手逮车手 先逮到一名车手之后再往上追 结果就追出于天女婿也涉案在其中 那目前于天女婿也是有坦诚犯行 后续是被检方来裁定羁押 那其实在昨天晚间 我们有跟于天电访来回应 那于天这表示她非常痛恨诈气 甚至也是痛批她的女婿真的是太可耻了 那由于整个案件 于天女婿的角色其实也逐一 她的功能呢其实就是车手头的第三层 那第三层的主要的功能 就是先收取下游的贪款之后 再把这些钱换成虚拟货币 再交给她的上游 因此呢整个案件 目前检警都还在调查当中 以上是现场为您掌握的最新 这些钱换成虚拟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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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钱换成虚拟货币